你的可能中野或者是中上野去打發育 打那種團戰拉打的一個陣容 其實說不定都是有法可以試看 因為既然他們都想要以 我覺得他們換上WR6之後 就基本上都是以他有核心在打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說不定你有下路就把兩個輔助去保護他 你等於是有中下輔三個位置 去支撐你WR6在前中後期的一個發育也是可以的 嗯對喔 的確我覺得在目前版本當中 就是野區為核心的陣容 尤其是像是現在的葛雷夫頭台算非常高 那進爪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有潛力的選擇 那有這些角色而WR6又算是蠻擅長的情況下面 不失為一個考慮的方向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場的BP 在HQ的藍 藍色方的HQ是先Ban掉了 奈德利 賽特以及克里斯達 而在Alpha這邊是率先Ban掉了熊 巴德 然後最後一個還在考慮 熊我覺得空力算是真的玩得非常好 就是他在前中期的節奏帶動 然後還有一些 比方說他們很常打一些 比較激進的進攻塔殺的話 熊都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在看到對方Ban掉了奈德利的情況下面呢 這邊Alpha最後一Ban也是 只好追加了葛雷夫這樣的選擇 艾希嗎 現在有艾希、亞菲利歐 然後亞菲利歐在這版本有卡太多了 所以艾希應該是比較好 嗯 艾希的話 的確在亞菲利歐經過這麼多人削弱之後呢 艾希感覺頭台的算是比較高一些 感覺Alpha會選什麼 亞菲利歐加瑟雷希 又是這樣嗎 因為我感覺他們很喜歡選這套 是啦 的確我覺得整個PC的賽區 大部分隊伍都是有這種 亞菲利歐的迷信 我覺得射艾希至少要先拿啦 因為如果你讓 H16又拿到射艾希加艾希的話 我覺得 有一點太強了 現在就是射艾希在面對這種沒有 就保護沒有位移的AD 這件事情上面是很強 而且 又可以搭配小王跟空夜的一個遊走 嗯 對 我覺得他算是取代了之前 貪肯齊的地位 當然我覺得在其他賽區中 我們還是會有看著貪肯齊的出場 但是在 整PC的賽區當中 似乎 還是比較青睞於這種 有一點點進攻能力的射雷希喔 啊他真的照拿 又是亞菲利歐跟射雷希嗎 啊那左邊 可以選個 中路 然後再加一個輔助吧 像 布朗姆也可以然後 或者是這邊感覺也可以搶一個 打野位嗎 嗯覺得打野好像 因為開著角色剩下的還算多嘛 策朗德 然後 雷克薩李星 雷克薩李星 死哥 是 就是都 開著都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好像也有個比較下選 喔雖然說是封鎖掉三個英雄 但的確在 這個版本當中 可以的選擇 而且就是 好像沒有一個人特別搶 就是值得搶下來的情況下 HQ先選擇了中路 UniBraid非常擅長的柔衣喔 那後續的話呢 是否也要去做一個 對位選擇選輔助 我這麼早就亮出雷靈克盾嗎 而且他這樣基本上 就是已經三條的Carrie都選出來了 所以你好像 鱷魚也沒辦法換去其他地方 那這裡就看 Alva要怎麼來選 因為Bush的話 我覺得啦如果你都選了亞飛利歐 你就 要嘛你 你如果真的要打上路鬥士狐平的話 WR6是一定要去幫的 不然你就真的選一個坦 這會比較好 因為看起來WR6的打法 他也不太去上路的 那這樣子 你就選一個讓Bush可以 在團戰裡面做到最大化控制 然後去保護你的亞飛利歐 然後你的中野 我覺得在這樣選下去的話 Alpha可能會選擇中路再放那種比較偏 可能 就是輔助類型的中路 然後去保護 卡瑪或是加里歐這種 我覺得卡瑪加里歐 然後配上可能打野的 他們昨天出的艾克可以 進走艾克 我覺得選擇還是蠻多的 嗯對喔 現在的話我覺得Alpha他們 是把這個團戰的重點 就是說上路坦克 以及下路的大AD都已經選擇出來了 那後續可能要補償的就是 如你所說一些 前中期有戰鬥能力的英雄 那看一下他們後續會說 怎麼樣選擇 先是封鎖掉了特朗德 而對方的話 的確也是考量到 你欠久可能會拿一個 功能性比較強的中路英雄 所以封鎖掉了加里歐 其實我覺得Alpha他們 他們這樣子選的話 其實就有一點像是說 他們是對他們的重點 也非常有自信 因為其實他們很依賴 重點在前期打出節奏跟優勢 是 但他們卻選擇 把他們兩隻的懸角 就是壓到著很後面 多吃了幾個ban才去做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對他們的這個雙人組 算是很現代的核心 很有自信的一個選法 後續的話 ban角是Alpha這邊 ban掉了一個保護位的布朗姆 而HQ是ban掉了一個勒布朗 那看一下這邊 因為 當然現在留在檯面上的 辛朵拉也算是 好打柔翼的英雄 但這個角色 可能就跟我們前面提到的說 可能欠久要去輔助V6的這種 搭配是比較不一樣的 對 但我覺得辛朵拉 在他選下Alpha之後 會變成一個還不錯的選角 就是你的前中期 這兩隻中也是超強 是 就是你推然後進野區打架 基本上沒有 不太有人可以組織你去做進攻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順利的把節奏拖到 你想要的亞飛利歐成型旗 跟一個大型坦克的一個 團戰旗 嗯 那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這個怎麼好 嗯 嗯 李欣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看一下那個ID 空月 看一下ID有一點問題 欸 嗯 空月李欣 嗯 嗯 確實是有人會用李欣打歐拉夫嗎 我記得在那時候 有一陣子歐拉夫很紅的時間 大家都在想要拿什麼打歐拉夫 哦 那 我記得那個時候那個 卡拉斯拉就撐在拿李欣 感覺我覺得那是完全看選手 個人的一個 李欣就是一個真的上下線非常高的角色啦 那 如果說你有著這個 有 與這個角色相應的操作的話呢 的確 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把歐拉夫耍團團賺的 那 後續 可以順便踢一下亞貝利歐啊 可以啦 可以 這個選擇很不錯 是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空月這場比賽 李欣的發揮 剛剛有沒有 打出這個 讓我們驚奇的一擊 給酷接Q啊 不過 真的是給酷接Q 不過他真的是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選的 你知道嗎 因為特朗德不是Ban嗎 就是 你真的要選一個就是好打歐拉夫 然後也沒什麼 那你就選一個 就是穩穩 但是我覺得 沒有到那麼好 在配上柔衣的情況下的確 對 就不太好 是非常的好 果然還是拿一個 輔助型的總路卡 不過 在最後 HQ是補上的貪肯騎喔 但是如果我們前面所講的 一個 純保護位的 英雄 那 當然的話 我覺得在對上 對方 射了一些的情況下 他們算是不錯 但 這樣的話 是否會降低了整個HQ 就 這種很強勢的 這種下路遊走體系呢 嗯 其實還好 因為你 如果是 因為這一場的話 其實對方上路是一鱷 所以你的鱷魚在前期 如果有優勢的話 你是可以 邊線可以打 然後呢 再加上你 因為你有IC跟貪肯騎的關係 所以變成 對方在守邊線的時候 他壓力也很大 那這一場的話 Alpha一樣 他的中野在前中期 不管他是選的 Single還是Cama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是 他在前中期的 進攻 中野進攻是很強的 這一點的話就要看 HQ要怎麼來防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你上路竟然是一個鱷魚 對上一個鱷魚 你前期不應該讓那個 鱷魚過得很開心 是 可是這就有點違反 就是其實 HQ不太長打上路體系的一個 一個就是 問題 所以 就看他們能不能利用 Ti-Kanjic在一起 然後盡量的 比方說在 第一隻御視者出來 然後下路到6的那個時間點 可能Ti-Kanjic再人上去 抓一個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嗯 這場的話 的確我覺得 HQ在陣容上面 做了一些調整 讓他們是有機會 可以去圍繞著上路的 Ziv的鱷魚 去做一些進攻 畢竟你下路的話 其實也算是 比較安全一些啦 那可能在 抗塔莎之類的 會比較有餘裕 那我們還是期待一下 這場比賽的進展吧 好 我們正式進入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HQ對上Alpha喔 這兩隻隊伍呢 當然都是已經是 確定進入了 我們的氣候戰名單內 但是我覺得任何一場的 對戰都不會是 兩隻隊伍會願意去 就是小看 而就是說 做出一些比較 大意的練兵 但是 我突然又想一想 空越的理心 沒有啦 我覺得這樣 就是越接近 既然你都已經進了肌肉賽 越接近肌肉賽呢 你這個版本就越 怎麼講 就越接近肌肉賽的版本 你的每一場就是越重要嘛 然後再加上你都已經進了 我覺得這個 要玩一些平常少玩的陣容 也是合理 因為你才 你肌肉賽的時候才有機會拿出來 多一張牌用 對 多一張牌 因為你其實在團練的時候 跟你在實戰上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 遇到不一樣的狀況 你可以試試看 說不定 可以找到一些問題 然後趕快解決 比方說你看 假設這場真的這個理心 欸 玩得不好 那沒關係你還有時間練嘛 假設你玩得很好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 技後賽可以多騙到幾個邊 這一場的話 也是HQ力行賽 最後一場的比賽 要是說這場理心 突然踢出了一點成績 那大家在技後賽準備的時候 就多了一點心理的壓力 這個空業的理心 好像 好像 可能不能放出來哦 到底要不要放對不對 他今天會不會 就是骰到一個很厲害的數字 沒有不一定 他可能就學到這個 Hide Down Bush的精華 那他要先忍耐 他要先忍耐 先忍耐一陣子 然後 就看看能不能夠 再打出這個 驚奇的一擊哦 但 目前前期的對線情況的話呢 應該 各條路線會是比較去玩哦 Hide Down的話 Bush其實靠著這個Bush之后 算是打的比較 兇一點 這2的擊傷還是蠻高的 而在 中路的部分 其實欠久的卡馬在 推線上面 應該也是會有一些主動權 看一下他等一下 會怎麼樣去跟自己的打野做搭配 遊戲的前期 看一下雙方打野的進程 其實都是選擇從藍Buff這邊去做 全刷的 大家的全刷 對 但這樣的情況下面的話呢 VIRT6是有機會搭配 2 哎 我看到了 這邊就是被偵察機給照到了 這樣的話 等於HQ這邊是多一點點前期的資訊 嗯 但其實我覺得好像影響力 也 也沒有到真的很大啦 就前面兩邊 我覺得應該都不太 大概都你知我知 大概 大家都在幹嘛 而且的話其實也可以看到 HQ是非常早期 就在河道上面投入了視野 但這個時間點的視野 等一下 如果說歐拉夫真的要Gank的話 還是有這個機會的 沒想笑 我前面看起來 我覺得歐拉夫 他的主要進攻位置 嗯 上路的話 我還確定那樣 那個 剛那個換血我就上路 現在血線有點差啦 所以 呃 如果去幫布局的話 也不知道你們抓到 來 有聽到了 好欠九 是被對方跟黏上 用閃線來拉開距離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躲過李星 用眼睛所拉出來的這個追擊喔 這個 這個擊殺 有點簡單 對 因為他好像是完全沒有注意到 有可能 空虐會從那個地方出來 所以他一出來之後 基本上技能有中就有點難跑了啦 再加上柔衣本身他就是追擊 能力我覺得有點好的 因為他就是有辦法再撿你的閃嘛 雖然這邊其實柔衣 他就給了一個點啊 一直瘋狂的普攻 但後面 睡也沒睡到 但沒關係 因為甚至他撿了你的閃之後 他多一個追擊的能力 那個沈睡夢也等於 直接把欠九 撤退的路徑給卡死了 來了來了 這個塔殺 Ziv是已經上到三等 怒氣只有一招 哎呀沒中到 哇這邊沒中到 但是後續的機傷 還是成功讓Bush擊殺掉了Ziv 這個畫面很熟悉 這AHQ的畫面 就是 很容易上路就被打殺 哇這邊的話 其實 的確Alpha也算是 非常輕易啊 就是沒有交出任何的召喚師技能 就帶走了這個鱷魚的人頭 不過這邊其實Bush的前置做的蠻好 因為剛剛在中路發生之前 其實Ziv的血線 優蠻多的 但 一波兵推過來之後 他製造出了一個足夠量的兵線 然後也把 也把Ziv的血線壓低以後 雖然說這個撞是有一點拉差沒撞到 但沒關係 因為歐拉夫前期的傷害還是蠻高的 是 可以看到這一波成功的擊殺 算是讓Bush前期會過得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Ziv也是完全就沒有想跑的意思 然後他這閃線也就沒壓了 嗯 哇這邊的話非常兇 WR6直接閃線想要貼上來 逼出的是對方空躍的閃線 那個治癒是他剛撿來的嗎 呃 應該是 不然的話中路應該是沒有人有帶治癒的 那他運氣 也真的是蠻好的 有點強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個治癒 所以說不定 應該不然空躍還是有閃 但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殺得掉 嗯 不過當時UNIBOY其實 沈睡夢也丟出來卡一個位置 可能有點難啦 不過那個治癒還是蠻關鍵 至少把他狀態就有位置拉起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的話 在打野的位置他們打出一個閃線的交換 我覺得情況 歐拉夫看起來是憑著自己 下半部以及中路給予的壓力 想要先來動這條小龍 但HQ有點想法嗎 ZIV是沒有傳送 但他已經徒步往下路走了過來 但時間上看起來來不及 我一直被卡開了 欸這邊出鉤是沒有命中 UNIBOY進場 這個神聖夢幻命中到了亞菲利喲 他這二已經TP入場 保護自己的隊員們 看起來的話這條龍 是幾樣落入了Alpha囊中 但這邊要怎麼撤退 有辦法撤退嗎 勸久的位置有點危險 他是沒有閃線的 用進化躲過了雷尼克頓的暈眩之後 反倒是ZIV 先被對方給擊殺掉 後續的追擊還想要持續嗎 Alpha的成員選擇想要撤退 但是艾希的緩速 給予對方一定的壓力 Bush交錯了自己的閃線 但是UNIBOY還在持續的追擊 還有撿了一個閃喔 Bush已經倒下後續一個勾 命中到了對方的空月 但是已經沒有任何傷害可以補上 我上六了 這邊的話UNIBOY再用一個 R技能逼出了對方尾輪的閃線喔 這一個龍的開啟的話 一開始Alpha雖然抓的時間蠻好的 就基本上他們就是抓一個 李星已經被打殘了 回家的一個時間嘛 但是抓到自己上路是有 有TP的領先 對所以他們抓的時間算蠻好的 但後面這個撤退戰 我覺得就有一點點 有點尷尬 我們現在看這邊傳下來 終於他們多一個傳出來 ZIV走的時間沒有那麼快 以至於Bush往前卡了 之後可以讓Alpha把這條龍 順利的收下來 但我覺得後面的這個撤退就 有一點點亂 就是他們往前壓 然後被ZIV包夾了以後 這裡我覺得殺掉ZIV 就應該可以 就能拋幾個就是幾個 但他們卻有些人還是選擇 往前點 往前點 然後反而給了 UNIBOY一個很好持續追擊的機會 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技能一直交 其實會讓UNIBOY一直有東西可以撿 然後最後他用了他自己的閃線 殺到人 然後再拿了別人的閃線 再繼續往前追 然後接下來他殺完人都上6 所以又把你的閃線逼掉 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你拿到龍 然後你殺掉ZIV這邊 直接往後跑 你可能還是會掉一個人 但你可能你的技能 就不會掉到這麼多 嗯對 這種殘局的追擊戰 對於柔衣來說 是有很大發揮空間的 在當時的確你提到這個 撤退的過程中 因為Bush還沒有上到6等 所以主要的控制 可能是要由瑟雷西去承擔 但他擊殺掉鱷魚之後 其實就沒有任何技能可以去 幫助隊友來把 就是創造出更多的擊殺 對 因為其實那邊的話 鱷魚進去第一時間被勾下來 就是他雖然說有把 Change的進化逼出來 但是他也被勾下來 就瞬間倒下 剛下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全部人都沒有6 然後後面是打到UNIBOY6等 所以只有他一個人有打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的控制都還是蠻不夠的 對喔 就是這麼微小的經驗差距 然後導致在後續的追擊戰過程中 出現比較大 打他1 好 這邊的話 紅BUFF的爭奪戰 Alpha這邊是多一個輔助的 這邊的話其實 持續的追擊 逼出了空月的 盾眼 就覺得WR6這個打的就真的是 夠 夠兇 這就是一個歐拉夫 配上你可能有走的射擊家 你中路是一個卡馬的時候 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 你不斷要去對方 也許給到壓力 然後逼著他們一定要 有人拉過來回防 嗯 不過這邊顧慮到對方 李星是已經6等 而自己還是5等的情況下 下面的話也 他也6了 沒有 他剛剛應該是看 就是推方的雙人線其實已經消了 然後自己的AD 還有一段距離吧 因為不然其實卡馬也已經到位 剛唯一沒來的就只有 雅菲利歐 因為他現在也是 沒什麼戰鬥力 沒什麼戰鬥力 所以說可能 衡量一下雙方 這個線路上成員的位置 還是選擇撤退 那目前的話呢 其實 Alpha這場比賽 在上路線的話 其實有著比較大的優勢 身體的話在靠著前期 這個早期集結 也是率先拿到一條龍 嗯 其實這個龍團 是我少數看到Alpha 他的就是集結 然後側動做的比較好的 嗯 前期的規 策劃算是做的蠻迅速蠻俐落 但是可能就在撤退上面有一點點 拖泥帶水 導致說最後的結果 可能不是完全他們那麼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Alpha就是 前中期都一直都打得蠻好的 但他們的問題就是在 來這邊WR6 有沒有察覺到對方蹲點的人呢 有看到這個柔衣的星期的躍動傳送門 所以沒有選擇往前 你看 你可以看到這邊 他們其實靠的時間點 其實也就是我們剛剛有在懸教提到 就是在 預示者升了這段 呃 剛出的第一隻預示者這段時間 是可以來做一個就是利用 坦肯騎的遊走來幫忙 看要不要拿預示者啊 或是可以上路做一點壓力 不過可惜的事情 他這邊其實還沒有溜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太好的支援能力 就只能走過來 這邊的話 河道上的一隻眼睛 察覺到了空月 在吃這個預示者 有要集結嗎 Alpha的下路線成員已經開始靠囉 而且坦肯騎的位置是已經 曝露出來了 現在反而是艾希也要慢慢在那邊靠囉 艾希其實還有一點點遠 但是他有機會用大冰箭來做支援 WR6從 暗上用包括球果下來 預示者還有2000的血量 這邊HQ成員率先集結 這個 預示者是由HQ成員吃到 但是這邊Bush的進場 撞起了兩名HQ成員 UNIFOR已經率先倒下 以色拉殘除 也是被對方的2號 OK直接剁死 這邊的話 射一些死前 呃沒有 射一些的一個勾 雖然說沒有辦法留住Ziv 但是 成功的拿下空月人頭 哇 雖然拿到了預示者的這個 100塊的金錢 但是沒有辦法撿到這個預示者之眼 嗯 這個我覺得開的是有一點點偏 他其實根本沒有確認那個視野 就連剛剛小王來的時候 他其實也沒有睜到這個眼睛 所以很早期的時候 Alpha就已經先做了一個集結 嗯 那這裡雖然說預示者沒有拿下來 可是這個開團真的開 Push真的開得非常好 第三個之後再撞起三個人 三個人 然後這個時候WR6直接開打進去砍 而且其實Alpha 因為 來得比較早的關係 先把河道給卡住了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的話 WAKO是完全沒有進場的一個空間的 因為他走的那個位置 勢必會遇到Alpha其他的成員 然後那最後呢 有勾到撤退的人 所以又多添了幾個人 哇那這一波的團戰打下來 雖然說HQ擊殺了預示者 但是沒有拿到最重要的那個 召喚物品 反倒是賠上了自己的三個人頭 好那這一波團戰過後呢 Alpha的這個Olaf 我覺得算是徹底的成型 再搭配上他 欸 不過卡瑪這邊的出裝 算是有點特別 這怎麼回事 兩個棒子 欸他什麼都要出兩個 我根本不是鞋子只能買一雙 他估計也會買兩個雙 哇那現在的話 兩個戒子搭配到兩個魔棒 這個算是很 特別的出裝喔 放兩個魔法 欸先看一下這邊 以色拉遇到對方的服務 好開砍 這邊逼出了以色拉的閃現 看起來是逃不掉喔 閃現之後 這邊挖發成持續追擊 逼出了Wakko的閃現 還好 還好有閃掉 這個輔助以及AD的敗退 應該是 預告的這個 小龍會掉落到Alpha的手中 空月有沒有機會 機會嗎 蹲在了草叢 忍耐 海狼Bush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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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扭的蠻好的喔 兩個都有閃掉的情況下 才沒有造成更多人的死亡 是 那但是在這幾波的團戰過後 現在歐拉夫來到這個412的戰績喔 等一下應該會是補出黑切 但我們還是在回來討論一下卡馬這個選裝 因為一般我們看到中部卡馬就是 呃 這個 赤卓魔器 看來講什麼爐的 然後還有那個 髒杯嘛 是 這兩個東西其實都沒有魔棒的組成 這兩個我唯一會想到的 然後卡馬可能會出的一個是大面具 然後一個是那個黑魔禁書 因為你不太可能出死光嘛 是 那剩的還有什麼可以出魔穿棒 魔穿棒也太早了吧 對啊 但這些裝備似乎都不是我們 以往希望看到就是 中路一個比較輔助位的英雄出的裝備 嗯 通常來講我們一般看到歐拉夫加卡馬這個組合都是 會不會還有女妖嗎 有可能是女妖嗎 嗯 這邊我覺得就持續的觀察吧 但不管是哪一個都好像偏離的 平常會出的那些東西 他這樣子出的確算是會有點卡裝喔 嗯 他這個格子是放滿的 因為 一般來說的話 卡馬的中路有一個強勢的點 就是在於他的裝備造價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你會比較快有戰鬥力 但他如果是買了正常的一個 這個法術裝備的話 這邊我們先看一下喔 這個下路線的遊走給予過一些壓力喔 這邊其實有可能 喔他冰清掉就沒事了 因為這邊如果冰面清掉 可以看艾希的位置其實 要支援到是不太可能的 嗯 那回到這個卡馬號 欸跟老師你剛剛說 他如果說選擇出一般的這種 戰裝法式裝備的話會 就是等於是你的成型期 就會比你平常出的那種 篇幅住的裝備來的 來的更晚嘛 雖然說你的戰鬥力會比較強 但是等於是你歐拉夫的強勢期就 沒有辦法跟你的裝備出來的時候成型 跌倒 就比方說 你現在有裝備跟製作模式的 然後你帶著歐拉夫進去也去圓打 我相信那個李星基本上不可能 欸這邊的話 歐游深淵 想要抓到希倩九的卡馬 他是還有這個閃現跟進化的 這邊車隊速度也是很快 喔睡到囉 沉睡夢浴命中 但是歐拉夫也支持了支援 空業反而是有點危險 好險是還有眼睛 跟W技能 成功的車腿 啊雖然說 可能在卡馬選裝上面有比較多 來ZIVO 這邊直接遇到對方兩名成員 養裝了進來 被對方頂了起來之後呢 由歐拉夫順利的再收下這個人頭 這個Bush頂得真的好 然後他有抓到ZIV會閃現的一個位置 所以呢連續兩段的擊飛控制 在假如6進場直接殺掉 啊那是被埋沒的坦克奇才嗎 這場比賽的話 就是一改我們前面可能對他的一些擔憂 他這場選出的惡爾 的確 配合幾次WR6的進攻 都是取得到非常好的成效 兩次的擊殺 讓他成功的拿下這個上路的外逃 這其實也是我們剛剛在 一開始有討論到 就是AHQ的這個體系 嗯他們真的很 很少來管ZIV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對方是一個坦克 然後配上一個強勢的進攻打野的時候 ZIV這場真的是被 關照的有一點點多次啦 那當然也有一些原因是他 比方說 在那個下方龍虛那個團戰 嗯他也是第一波衝進去就被勾下來 然後就死了 所以他的發育其實一直都沒有很好 這一波團戰的話就是 對於他 原本就有點嚴峻的上路情況是 更加在雪上加霜啊 他徒步走了下來 然後沒有拿到任何的東西就直接陣亡 現在的話 ZIV面對到 惡爾的落後可能是比較多 也可以看到惡爾 現在接下來出的裝備 不往魔防去走 就是更多的團戰考量 線上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因為他這個裝 主要應該是想要幫忙扛一下那個 柔衣的poke 因為整隊看起來呢 只有他可以負責扛這個東西 嗯 而且 哇 這邊的話 卡馬他第一個出的是盧燈喔 哇 的確算是 就比較兇 你要加強化這個傷害面的裝備 那這樣的情況下面的話呢 可能就會需要去顧慮到一些 就是當你被poke 就是面對到柔衣的poke的時候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 幫助隊伍去做一些回復啦 但的確他在 就是 個人單打層面會比較強 欸等一下 526這邊 配合著自己的 下路線隊友來動這個預示者 因為他們換上來之後 應該是可以直接拿 你可以看到艾希的位置 基本上是 完全於是無鎮 他已經於是無鎮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等一下就看 挖口在這個團 喔 而且這邊的話 是有機會 預示者玩後 直接來接著第三條龍 那有可能要 預示者放中 然後 預示者卡一個位置 哇 其實被卡開了 這裡的中塔 應該是要直接失守 是沒有辦法 即時的回到正面喔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這個中路塔的防守 兵箭 是命中到 什麼都沒有命中 什麼都沒有命中 這邊在掃掉了一個大絕 而且預示者還在持續近距的情況下 你們還要來守這個龍嗎 有隧道 隧道 但是 這邊的話 其實已經拉到相對安全的位置 不許在 緊盯著對方的挖口做防守 哇 喔 直接開打衝了過來嗎 這個距離其實有一點點遠喔 這邊逼了一個 逼出了Zip的傳送 欸 這邊的話 劍九在河道上 被對方曾經夢遇給命中 正面的話 Zip再次進場 雖然說吃到對方很多控制技能 但是 以色拉把他保了下來 尾倫的位置很差喔 尾倫位置很差 但是正面以色拉已經先行倒下 尾倫被踢了回來之後呢 這給Q是沒有解到Q的 沒有解到Q啊 哎呀 最關鍵的接Q沒有成功的話 就沒有辦法帶走對方任何一名成員喔 哇 哇 啊 啊 那這樣 是什麼問題 是 不夠忍耐嗎 我覺得也沒有 應該是因為就是對面人有一點多 人有一點多 剛有人幫了擋那個Q 所以沒辦法 不然的話 其實那個那個時機點是蠻好的 那這邊的話 不許甚至是 有辦法回船 在傳送過來準備打這個小龍的 那應該 如果兩邊都拉開的話就是回補 然後Alpha一定也是在以小龍作為 這個青排龍的一個進攻目標 嗯 但剛那個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尾倫位置真的蠻糟 他是直接被李星給頂上 照理來說李星在最心裡 這邊的話暫時還在持續喔 這個 中 上的二人組還在 騷擾著對面 但是Uniboy已經沒有任何的魔力了 好 直接開吃 但我剛看的話 對偉倫的狀態其實不是很好喔 好 這邊Uniboy選擇取消RICO 喔 這邊偷到了 李星成功的偷掉了對方的 山龍 這個烈地飛龍 嗯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Alpha這邊的決策 我覺得就沒有很好 因為剛剛其實 嗯 HQ是少人嘛 然後你Alpha是多一個船 其實你是可以選擇 就真的船回家 然後補給完再回來打這個龍的 因為他剛那樣子的話 他的AD是死裡逃生 然後都還沒有回過家 所以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戰鬥狀態的 那所以變成說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沒有辦法更放膽的去把人給卡開喔 嗯 這裡應該是在中間那個兵劍中了 就沒中嘛 然後他直接遇到BUSH 尷尬了 這邊的話就等於直接被卡開的位置 其實WALK的走位置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他擔任 沒辦法 對方坦克就是在這個時間點就是霸道啊 對而且他的發育也是很好的 那後面這邊的話 526這個大絕也是覺得有一點 這有點太誇張了啦 基本上你根本不太敢砍 而且看起來還是有他的存在的 後面這邊隧道的是劍9 然後持續往前做進攻 然後鱷魚這邊直接被勾下來 但是由小王的保護之後拉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然後最主要是這邊 這裡其實尾輪是直接被UNIBOY跟空月盯上 但是 喔他閃的位置很大膽耶 對 他往上閃脫離自己的隊友的 對 但這個給褲接Q 那個Q被其他人擋住了 所以反而 把殘血的尾輪送到了Alpha的隊友的正中間 保護他把他保護起來了 是 那這樣子的話 不過好在他在最後的一個偷龍 有點將功補過 其實那個偷龍真的偷龍 如果那個龍掉了 會變得壓力很大 會變得壓力很大 對 因為Alpha他們的陣型本來就是 更偏向以團戰為主 對 而且如果你那個龍掉了 然後你會在大概24分鐘左右 你就不需要打龍魂團戰 那個時候的歐拉夫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但你現在至少 再把他稍微往後拖遠的話 你是有機會賭到一個 就是歐拉夫 開始下滑的一個時間點 那就看看這條龍能不能夠為HQ多多爭取一些時間 那注意到在裝備的部分 從歐拉夫補出了自己的黑切之後 再追加了一個約人姆之拳 看起來應該是手套 手套 那在中路欠久的部分 哇 這是真的要組黑魔禁書啊 這個是沒有要輔助的意思 大家都以為他玩功能角是要來輔助我 沒有 他是要自己carry的 對 我只是把這個星朵拉完成了卡馬的樣子而已 這樣子的情況下面的話 感覺尾龍好像還是有點點 因為尾龍剛剛沒有人在管他 不是那麼被隊伍所重視喔 就是一般的話 我們看到這整個陣型 如果說我們把ID遮起來 還有說可能裝備我們先不看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哇 就是一個完全四寶一圍繞著亞貝利歐去運作的陣容 但是 你會覺得這種打起來的話 歐拉夫跟亞貝利歐應該會是個核心 然後你的卡馬應該就深了會出輔助裝 去保護這兩個角色 是 因為其實不管是魔器也好 不管是裝備也好 對於這兩隻角色的加神性質都非常的高 對 但他沒有這樣出 他就是要自己carry 自己carry 相信自己要 那的確的話我覺得 倩久除了在一開始對線的時候 不小心送出一個人頭之外 後面在面對到對方 平凡到中路轉線的情況下面 也沒有露出太多的破綻 目前的話 Alpha的中塔還是屹立不搖 好在這轉線到上路 高AP的加持 剛剛說吃到沈睡夢浴 哎唷 犯血 而且我覺得就是我們 會提到說魔器跟魔鍋這樣的組合的話 其實在面對到這種柔衣高傷害的法師 也會有 比較高一點的生存能力 對因為你盾如果套得好好 只要不是你被睡到 其實你可以很大程度的去抵消掉柔衣的POG 然後 所以裝備本身也給魔防了 對 就其實你是蠻容易保住你最後 再加上因為是 是射雷西吧 就如果你是有一些輔助的話 比較軟皮的輔助 他可以出魔鍋先 那但是射雷西基本上他也不太可能出 但是有這個魔鍋的話 其實對於大兵劍也好 對於那個 沈睡魔衣也好 都有很好的解除效果 對喔 所以說其實就各個層面上面來看 勸久他這場的選裝算是非常的有風險性 雖然說前期的確算是打得非常的凶狠吧 但是這個可能會到這個團戰面的時候出現一些隱憂 因為之所以卡瑪會出這種比較偏輔助的裝備 最主要也是因為這角色他在後期傷害手段其實非常不夠 就是你出傷害裝其實看起來CP值是真的沒有很高 嗯 就是你就只有一個RQ是真的能夠打出來 先看一下這邊 中野的遊走 遇到了這波 但是格強其實是有非常多HQ的成員 因為給酷接Q又是被對方給閃過 那在正面的團戰的話 歐拉夫已經先行被對方圍角給倒下 後續兵劍的命中 哇 從來是要送頭的 而且Bush下來也是沒有辦法救出自己的隊友 這邊卡瑪已經被打暈 卡瑪看起來要死了 Bush能夠活下來嗎 燈籠 燈籠 燈籠怎麼是丟在後面 燈籠是想要接人 想要過來打 但是Bush 怎麼會是丟給韋倫啊他就 嗯 算了算了算了應該不會死了 沒事 算了算了 不好說這邊的話這局還在持續下一個舔 有機會命中嗎 出勾 勾到了Zeph 但是沒有選擇競標 畢竟已經陣亡兩名成員 還好 還好後面不許沒死 哇 結果在龍出來前戲 這個Alpha的中野組合 打得有點過於激進 被對方給懲罰到了 這個有一點太誇張了啦 就是他走的位置 雖然是少過沒有眼睛的 但問題是他上半紅鬚那邊 是一點視野都沒有 他這裡根本不知道 這邊蹲了其實是五個HQ的人 但老實說我覺得他應該要知道 然後再來 這邊的話布希就是有點慘 他傳下來想要配合隊有人有點被賣掉 然後我就這個燈籠就 我其實不太懂了 你這個靈粉後面他也不肯拉過來啊 你當然是丟給布希趕快跑啊 哇 那這一場比賽 感覺Alpha的確在中期幾次地圖物件的處理上面 真的又再次出現一些亂流了 我剛之所以會說他們應該要知道 HQ那邊可能會有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小龍 就已經是差不多一分鐘內要重生 那照理來說 你一分鐘內要重生的時候 HQ會做的事情 當然就是去布置龍序的視野 所以你應該是要能夠大約猜想到那邊 至少會有一到兩個人 當然你可能猜不到那一騎車五個人 但你應該要知道那邊應該會有人才對 他們的確我覺得算是繞了到一個比較 深比較刁鑽的位置 想要讀讀看會不會有人在 其他人布置視野的時候 來偷偷就是處理下路兵線 或是來吃這個石像等等 那結果就直接被對方抓個正著了 而且我覺得剛剛那個很像是溝通問題 因為他們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Alpha雙人線是根本沒有支援的可能的 就人布雪是用船才來 所以就我覺得他們的中野呢 雖然是他們的核心 但感覺就是你打到後面 你這個核心的發力期快要過的時候呢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跟隊友進行一個配合 嗯的確喔 這一波團戰的話可能 中野跟其他陷入隊友的溝通脫鉤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不過Alpha他們重整態勢之後呢 再度往前逼近 但是這個時候的柔衣 其實裝備很好 給予對方騷擾的壓力有一定程度的 313的戰機已經拿出了死亡之帽 Karma還在兵線持續把兵線做一個處理 對 現在的話 目前存在的地圖物件是這個巴龍喔 Alpha其實算是有對於這區的視野做一定的控制 但要考量到的是對方有艾希 以及這個金球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是可以很大程度的 彌補視野方面的不足 這比較像是要B戰啦 因為 時間對Alpha來說不是真的特別 有散在掉了兩條龍之後 但是這個李星給予對方的壓力 我想還是非常大的 WR6其實是輸一等的喔 而且李星在搶這個地圖物件方面 是有比較大一點的優勢 有辦法開的到嗎 Bush 這邊Bush開啟了大絕 鎖定目標是Ziv 隊伍被撞了起來 但是後續的控制跟傷害看起來是跟不到喔 這邊Alpha成員被卡在這個窄口 Yursan非常危險 吃到李星的Q技能 但是沒有選擇往前追擊喔 這邊艾希持續的去做一些騷擾 圈九被對方的Ziv給黏上 開啟一個護盾往後拉 這邊的話 搭配上這個隊友Ziv 有一點的危險 這一踢是成功的 幫助配合自己的隊友 擊殺掉了對方的尾倫 後續持續的追擊在進行 這條圈九非常的危險 再一個Q 跟純粹夢玉沒有能夠命中 哇李星這個踢 這次忍耐的時間點非常非常好 他應該是踢進去之後 直接把尾倫踢得出來 然後配合上隊友的傷害直接秒殺 那這邊我覺得Alpha就開得有一點點太 太拼了啦 就他第一波沒有開到以後 他們還想要繼續打敗 這邊Ziv傳送回來 想要守住對方有可能進巴龍池的這兩名成員喔 若雪面對到對方 Uni Boy以及Ziv的 欸這邊要撞起來 能夠帶掉Ziv嗎 其實歐拉夫傷害很高 但是同時也很軟 直接被對方擊殺掉 這邊卡馬過來 想要救出自己的上路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在獻出兩名成員的同時 巴龍也是讓HQ成功的拿下來 我覺得這場 欸 開始有點走偏了 有點快要回不來了喔 就這邊這個開戰呢 雖然說第一次有頂到Ziv 但是很可惜 勾妹也勾到空躍 所以幾個主要的開戰技能 都失敗的情況下 他們還一直卡在這個窄口 背砲 那就變成說 後面這邊兵劍一進來之後 Uni Boy的傷害直接瞬間把人打退 那後面這裡Trend9 其實本來是在跟Ziv這邊打嘛 但他因為是個卡馬 他的其實拉打效果還是蠻好的 最後再利用一個阿達 就是先把他的血線給拉回來 但是空躍的這個處理 我們看一下空躍的進場 摸眼Q1這個 利用六鳥做一個位移 在摸眼阿善 把亞飛利歐踢出來喔 這是一個李星對於沒有位移的AD 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攻方式 喔 給Q接Q做不到 我就直接給酷就好了 給酷接Q阿善還可以 阿善還是可以的 哇 這邊的話 空躍的李星 算是在這一波團戰中 幫助隊伍取勝的一個重要關鍵 那遊戲進行到現在 Alpha想要回頭來控這第三條龍 可能就已經變得有點困難了喔 因為我們注意到的是 歐拉夫他算是選擇一個全攻裝 而卡馬又沒有辦法給他 足夠的輔助的情況下 他在這個時間點團戰是非常脆弱的 其實這個歐拉夫他應該 應該在十幾十三 十二十三分鐘就拿到黑切 可是他拿到手套的時間卻晚了非常多 就是因為中間真的發生太多波的狀況 導致他沒有辦法把雪球繼續滾動 現在時間對他們來講已經很不友善了 好這邊的話 所有的技能隔牆打中歐拉夫 逼出了他的大絕 這邊的話HQ的兵箭已經出掉了喔 後續的開戰手段會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歐拉夫的大絕可以逼得出來 當然這邊兩邊如果還是持續拉打的話 我覺得歐拉夫 HQ有卡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可以過來吃龍 龍應該是要放掉的 但我覺得這邊最重要的對於歐拉夫來說是 你要怎麼樣去以偉輪為中心去打 因為你現在的歐拉夫再加卡馬 這個效果已經沒有那麼好 就是他已經不像是十分鐘前這麼好的 這時候你要仰賴的當然就是你好不會選出來的這個 也不是好不會選出來的這個 就是你選出來的這個後期 對亞飛利歐 但我已經看到好多就是包含剛剛龍虛那個 他直接被李氏盯上 這邊他也理性是直接騎他喔 就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生存空間 這邊的話命中了欠九 一個R技能搭配上柔衣的技能 差一點點就直接把欠九給秒殺掉 但是中路法師這個血量的不足也預示著 他們沒有太多的力氣可以去防守中路的外塔了 這邊巴龍小兵的推進 瑞倫在拚命的防守 而且同一時間下路Safe也是帶著大量的小兵間的進來喔 兩條路線的持續推進 而且艾希兵間要好喔 是有機會可以找一個就是塔快掉的時間點 這邊巴龍小兵的大絕 鎖定的目標是艾希 但是挖口利用走位給躲過了 挖口再次回到貪坑機旁邊 喔這邊的話 挑逼空越 挑逼空越 喔Bush衝了出來 但是沒有隊友敢往前跟啊 反倒是自己成為了對方艾希鎖定的目標 艾希持續的追擊 專注射擊 一點點的打 Bush的血量剩下三分之一 有點的危險 回到防禦塔下 欸這邊空越 帶你進去啊 不夠忍耐啊 直接被亞貝利用的月影中炮定了下來之後 死去了 啊但沒關係 這邊UNIBOY反身也是收下了 Bush的人頭 是 啊但是同一時間的話 下中兩路的這個水晶冰淫塔都掉了 而且中路的水晶塔也是被HQ後續攻破了下來 這個拉扯其實可以看到 我覺得Bush已經算是扛非常非常久一段時間 但是剛剛有一個很關鍵的點是 當Bush往前打然後開始扛的時候 UNIBOY從側邊直接 他用他的這個 Q技能命中到了韋輪 把韋輪想打得非常慘 變成韋輪也不敢去再往前站繼續輸出 那後面那個空越的死亡呢 就有一點點是個意外了 就是好像有點沒辦法 這一腳有點飛得太遠了 有點超過他自己的想像了 對直接是被 對方射了一些燈籠給帶到一個太深的位置喔 不過我覺得他的人頭掉落也算是間接的 為隊伍爭取一些空間 把兩條路線給擊破 就這邊第一個層頂不去以後呢 Bush是選擇往前 打這挖口走位真的很好 連閃了兩個關鍵技能 這邊後續Bush還是選擇要往前繼續做進攻 他找了一隻往前頂 但後面你可以看到他這邊開始坦的時候 十兩鬼旁邊開起來坦非常久 但是尾輪要輸出來輸出的這個過程當中 直接吃到了容易的一個傷害被打殘 必須要退場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其實 就沒有後續的輸出了 那結果通越這個也是有一點尷尬 有型商品 我也不能說他錯了對不對 你這個Q1就要Q出去我也沒辦法 如果你手速夠快 你就可以摸眼再回來嘛 那可惜沒有 那這樣的話就是這個人頭掉的是比較尷尬喔 不過對於整個HQ來說 他們的優勢還是非常的穩固喔 三條龍 而且已經攻破了對方中路的水晶塔 後續的話想要對上路去做推進 現在Alpha的成員 想要往中路去做集結 想要抓人嗎 這邊的話 Uni Boy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Raleo已經靠了過來 阿斧頭沒有中 有點沒可惜 沒有抓人 成功的情況下面 AHQ成功的代表對方 謹慎的上路內塔 高地外 Alpha已經是沒有任何的防禦塔了 這邊 巴龍即將要重生 而Ziv的話 在下路持續的分推著 其實 Ziv已經有很久都沒有他的畫面了 剛剛那個裝備打成這樣 他也是一個人在右邊推那個下的塔 的確這場比賽的話 對於這種要進場的角色來說 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這個 HQ的節奏 做好一個巴龍系列 把他眼睛清一清 然後 我真的覺得不需要開巴龍啦 你就用蹲點的方式打 也沒有不行 讓柔衣先poke一下 哇 柔衣的poke傷害非常高 艾蟹冰箭也是出手 對面 Yurzen的血量 已經被打到了一半了 哇 才剛出門 又被逼回去了 輔助回去的情況下面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視野的空檔 對 而且你現在 立刻這個位置 情路 HQ可以靠近東巴龍 Ziv持續的在下路線 給予對方壓力 自己身上是有傳送的 李星已經開始吃起了這個巴龍 但是他只有一個人 這速度是非常慢的 不過他的血量 他的血量很穩 等一下應該是有盾 然後又有那個死亡之物 然後這邊就照到了 不行了不行了 好 我們這邊 全部 再給對方壓力 柔衣這邊傷害 他應該驚人了 逼出了對方威力的驚人喔 哇 這樣的情況下面 要把他們交戰的資本 越來越少了喔 嗯 而且現在他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龍魂的這個 地龍要出了 人們只要守一邊 現在兩條龍都得守了 我就覺得他們應該是沒辦法守著 因為龍魂的這個位置 卡得太死了 就你一定要先去做巴龍視野吧 因為這時間點你總不會想掉巴龍 所以這個交換上來 一定能拿到這個地龍 嗯 但是這樣的話就等於 把龍魂拱手讓給AHQ 四條地龍 有相當多的這個雙防加成 以及最後的一個護盾 像對於Alpha來說 他們需要打出更大量的傷害 才能夠運到團戰 可是我覺得亞非利歐的裝 已經很好了 他這個裝是四件 還有一個升級過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BOOSH也扛 也算是能扛很久 這邊就看他們團戰怎麼發揮 我覺得Changeo這裡 就真的是要以盡量 保護亞非利歐為盡 已經很了 不過他們這邊視野差 不過6 有個辦法 會搶嗎 14等對上16等的李星喔 這個挑戰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沒事啊 空間自己輸4等都搶到過 好 再看一下這邊 Alpha的成員已經逼了過來 HQ的成員 似乎是不打算吃到底嗎 過一下拉扯 好 有的發 有這個地龍盾的情況下面呢 的確感覺血線是維持得相當穩定 這邊 沉睡夢與命中到哇 526想要過來 但是以為11晚 HQ成功拿到了這條巴龍 這邊看Alpha要怎麼來做反制喔 因為這裡其實不僅僅是掉了一個水晶兵 不僅僅是掉了巴龍 其實水晶兵也在剛剛的那個拉扯過程當中 被Ziv偷偷的拿掉 而且Ziv又拿了那個 4秒回程就直接跑走了 哇 想要懲罰這個分推的Ziv 也是沒有辦法做到喔 現在雖然說中路的水晶兵已經重生了 但是 HQ現在是狹帶的龍魂以及巴龍要做推進喔 這樣的情況下面的話 Alpha 最後的團戰有沒有辦法打贏 所以非常的關鍵 其實我覺得整個陣容來說 對於亞貝德歐的確是有著 一定的發揮空間啦 但是就看一下他們 可能要發揮 因為的確幾次我們都看到 HQ都是靠著UNIBOY的先行Poke 先是把對方的幾名成員給壓走 那他們沒有辦法去 接一個完整狀態的團戰 這裡真的就是看韋輪的表現了 我覺得我其實對他的 亞貝利歐就是 我每次看他幾乎都能夠拿到30隻 欸這邊攻到了以色拉 以色拉從對方開戰目標 有機會殺掉嗎 排除了驚人之後呢 Alpha的成員全部撤退 通越卡住了對方的位置 這邊要再攻 這邊空業非常危險 這邊要再攻 這邊空業非常危險 還超出機的驚人 再次拖延一些時間 他被以色拉成功的保護住 這邊亞貝德竟然瞬間被Zip給切倒 但失去了一個大AD的情況下面 Alpha應該是沒有太多作戰資本了 冰箭被對方的色系給閃現躲掉 不過Bush也是已經倒下了 哇 尾輪閃現沒有焦就死了 那這邊是Univoy的水算真的蠻準的 因為剛剛兩個人的話 Changeo跟尾輪結在一起 就隧道的是尾輪 所以變成他直接吃到的一波傷害之後 領先進來補了剩下的輸出 把人給帶掉 這我是覺得啦 就是每次尾輪拿到事件裝 然後他隊友好像也就沒有要管他 那剛剛那個地方因為是個窄口 所以他沒有太好的那個空間 能夠除非他直接閃現過小 那也許還後面還有的操作 就有點可惜吧 我覺得Alpha其實他們這場比賽 也是一個很 我自己看我會覺得 那是一個很典型的Alpha的一個狀態 就是比賽前期呢 能夠利用中野拿到優勢 然後中期呢開始掉物件 然後團戰打不贏 中野優勢沒了 然後呢 AD亞貝利歐四箭裝 但團戰還是站不起來 就是這是一個很標準的就是 只要Alpha選出這樣的陣容的時候 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們必須 可能要在接下來的比賽裡面呢 趕快調整來這個部分 嗯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場比賽的關鍵團戰 那應該是那個沒開到人 但是還要往前的這一波 這邊是不是 嗯 欸Alpha他們的溝通目標沒有選好 如果說兩個就是 射雷西以及Bush的這個大 呃控制器人都往岸上的空月去打的話 好像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對 這裡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兩個關鍵的開戰器人都沒開到 然後後面這邊 圈九被 盯上了以後 李鑫的這個操作 喔真的是漂亮 摸眼閃電阿閃 雖然 雖然說呢 這個前面有一點fail 但這一次呢 是成功的把對方的AG給出來了 對 這波場戰的話呢 算是 終止住了Alpha的終極的節奏 看一下賽後的結算數據 這場比賽的話 有 柔衣的 傷害為本場最高 38.7K 喔 這場比賽我覺得 Uniboard的發揮真的是 非常很好 他幾次的這種歌腔騷擾 就讓這個 後期原本想要去 接團的Alpha 也是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完整 呃 無打五的這種碰撞 對 而且他在前面的時候 基本上全隊是 大部分的幾天都在他身上 但他也沒有很輕易的被抓掉 就是在幾個 物件的騷擾上 都給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嗯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的MVP 是否會 哇 果然沒有錯 MVP版給了這個 中路的Uniboard 816戰機 100%的極少參與率 46%傷害散比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有全隊一半 都是他打的 就是他 那你確實可以看到 在幾個很關鍵的團戰裡面 他的大絕都是 應該說他的Q技能 配合大絕的一個combo 都是成功面對 抓到的尾輪的一個傷害 包含了最後一波也是 直接把尾輪 就直接打掉 就是他傷害直接打殘 然後李青青還把它補掉 嗯 對喔 這場比賽的柔衣 他的發揮是非常穩健 而且在關鍵團戰中 這個技能的命中率 也是非常的高 防止HQ拿下這場比賽 那看完了MVP之後呢 我們馬上就要進入 我們接下來的採訪團結喔 這一邊的話 我們要 馬上就要邀請到我們 HQ的下落位選手 WACO接受採訪 WACO麻煩你先跟 目前的觀眾朋友們 打聲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HQ的Eddie WACO 好 WACO你好 先恭喜你們贏下了這場比賽 那我們這邊有幾個問題 想要採訪你 這場比賽前期的風向是 比較亂啦 你們隊伍是比較劣勢的 是怎麼樣穩住的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點小事物 可是我們的陣容在中期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怎麼打 所以就是中期 紋下來之後 把陣容發揮出來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想問其實在10.15版本裡面 亞飛利歐算是受到削弱 然後很多人覺得 可能對你們的隊伍影響會蠻大的 那你自己是怎麼看這樣子的事情 我自己是沒什麼差別啦 因為就是 AD其實玩什麼都是來配合隊伍的 所以我沒什麼感覺啦 那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所有的例行賽程已經結束了 接下來就要開始準備季後賽 你們第一輪想要對上哪一個對手呢 沒有什麼特別想對上的對手 沒有什麼特別想對上的對手 就是打誰都一樣 贏下來就好 所以我真的沒有任何一個隊伍 我真的沒有任何一個隊伍 任何一個隊伍 因為我們只要贏 OK好 那這邊的話 也是感謝你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那就是 感覺他們也是準備得非常充足 表示就是過關斬將 誰來都一樣 這我覺得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 那當然其實不知道他剛剛講到亞非六的問題 他從他的回答裡面呢 你也可以感受到這個版本AD的無奈 其實選什麼都差不多 剛好沒有什麼差 但是我覺得對於偉倫來講 他一定也是很痛苦 我好像選什麼 大家都是要搞自己的 大家都沒有理我 大家都沒有理我 那這場比賽結束之後呢 我們下一場比賽呢 是由PSG Talon對上HKA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先稍事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馬上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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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